各位尊敬的评论 先生们 女士们 大家好 我今天要演员的题题是 我对韩文的理解 如何帮韩国学习汉语 从小 我父母就坚持 以及许家我们一家人都给 搭韩国的外租服 外租母一块儿过 以前 我不明白他们的苦心 还曾抱怨过每趟16个小时以上的飞行 类似的 我当时正是站在服装补书 随着我渐渐长大 我才慢慢停飞到中国的坚持 除了是希望我能保留我的无用能力以外 还能增长我对韩国国的理解 韩国文化不仅造成了今天的我 也在我学习汉语的过程中 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妈妈常常鼓励我参加各种的 中文有关国活动 我上小学时参加了中国的活动 每个星期天也会到 一所中文学校学习 许家当到韩国 妈妈也帮我 我向中文学报名 我目前在一所特殊工历高层上学 在产生区的缓军中 选汉语 在我学习汉语的过程中 我发现汉语和韩文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尤其是在语的翻译基因词上 举个例子 记得有一次在考中的期末考试 文章中 出现了中断这个词 这个词关系到我的做的 可我却固定乱语的词 我还是慌张的 但我告诉自己 我可千万固定在词或慌张 我得静下心来做的 就算我仿佛念着这个词时 突然见过马苏中断 中断的汉语翻译正是韩文明的中断 中断就是停止的一词 从那次起 我开始主意中文和韩文相似的词语 我就才体会到 原来我对韩文及韩国文的复兴力 竟对我学习汉语有如此大的帮助 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来看 中国文化对韩国文化的影响很大 中国位于亚洲的中心 因此中国对全亚洲 甚至是全世界的影响 都是不可同事的 韩国的耳人几十几千 是用汉语去做的 即便到了今天 在现在的韩文中 还能突出见到出 汉语一声的环境 当今在韩国 在游户还是相当重视韩语学习的 我的父母是在韩国长大的 他们在韩国公里学校 都曾学习汉语 虽然他们不懂汉语发音 但他们却能不懂 我在中文课上学习的文章 迷过了汉语和韩文之间的 差调关系后 不仅改变了我对学习汉语的态度 也让学习汉语的过程 变得更容易 谢谢大家 你好 文村部同学 你学习汉语学了多长时间 这差不多是十一年 文村部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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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课堂上,在韩国,我们只会说中文,但是当我来到这所现在的学校时,我发现我的同学们都会用中文聊天交流,但是在以前的学校,我的同学们也会说英文,所以我觉得在大学方面,韩国的教育部比较严格。 老师不配让孩子们用英文,用韩文的教育,但是在我现在学习的学校,因为是在澄清师的环境学习,我们的同学,我觉得我们的学校有一点特别,因为我们只会说中文,但是在大部分的学校,在美国,学生们会用英文教育。 您好,您说中国文化对韩国文化的影响特别大,请您举一些具体的例子说一下。 所以,中国和韩国都有一月两周期伟单位的英里,所以他们有很香的节乳,比如说群节。 还有韩国人和韩国人都会吃中草药。另外,我觉得中国人和韩国人相当重视家庭。 还有父母会为孩子做出韩国牺牲。 最后,我觉得我们的思想对韩国文化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比如说韩国和中国都有真是中道的传统。 好,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谢谢。